时代不断发展,社会一直在进步,但古人留下的很多道理和智慧仍然不过时,若能较好理解和掌握它们,即使达不到大富大贵的地步,至少可以少走弯路,生活也会越来越幸福。 俗话说,不怕不理解,就怕一知半解,有些人在汲取古人智慧时,总会有意或无意地丢掉一半,容易去解其本质含义。 以德抱怨,是经常听到的一个成语,出自孔圣人之口,仅从字面上不难理解,假如别人对我们不好,也不要抱怨和气恨,反而用高尚品的感化它,这真是孔子他老人家的本意吗? 当然不是,因为多数人只记住了前半句,却不知人坏了以德抱怨,何以抱得? 由此可看出,孔子并不赞同以德抱怨这种处事方法。 既然圣人都难以做到,普通人更是达不到此等境界,之所以举这个例子,并非深和他讨如何对待坏人。 主要想说明一个问题,有些时候不可好读书,不求圣洁,一定要寻根究一底。 再比如前古名句《欲速则不达》,时常被人当作劝记自己或朋友的口头禅,凡事皆不可,一蹴而就,否则不仅实现不了目标,甚至有可能南辕北辙,造成失败的人生,在遗憾和感伤中度日。 这句话很有哲理,究竟出自何处呢? 书系论语的朋友,应该记得孔子与学生子下的一段对话,子下是孔子众多弟子当中,出身最为贫寒,但才学最为突出,日后成就最高的人之一。 以现在的眼光来看,子下绝对是学霸,高材生,不仁云亦云,善于独立思考。 对于很多事情都能提出独到见解,最辉煌时刻官至太宰,相当于后来的宰相,子下的成功,与自身兼奋和努力有关,引力不开老师孔子的教导,入国国君的这子下德才兼备,就此与他官职。 此下接受任命,夫人前专程跟孔子辞行,看到弟子有出息了,孔子自然十分开心,不过还是叮嘱到,无欲速,无见小力,欲速则不达,见小力则大事不成。 也就是说,不但要谨记欲速则不达,还必须明白见小力则大事不成,这句更经典的话,孔子不愧为圣人,聊聊数字便总结出世间真理。 直到现在依旧阵笼发聩,在企业上班也好,自己创业也罢,切勿贪图,迎头小力,一旦被眼前的利益所诱惑,想成大事无异于吃人说梦,无人不可望成功,甚至想一夜暴富,不惜一切寻找捷径。 到头来才发现,压根不存在所谓的捷径,无论做什么事情,没有量的积累,就不会有质的变化。 机攻击力之心不可有,坚持财使王道,小人小会不要碰,如此才有可能到达更远的地方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 感谢观看